大家好,今天早上又来拉鱼了 好多人问我拉条大琴多大,有没有出水面 前天的时候拍的视频,差不多有40斤吧 然后有些网友又在下面调侃 他说八千块钱卖不卖,卖,拿走吧 我知道很多网友跟我们开玩笑的 现在又来了一位老板 面还是一样哈 拉多少,他们要多少 鱼也不多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那条大琴再次拉上来 估计可以哈 师傅说有五六百斤草鱼 老板来来来,拿不动了 五六百斤可以了 马上上鱼了 看下那条大琴在不在 我负责在这边拉 这三位媳妇负责收 还有好多鱼 有一千斤吗老板 拉多少要多少哈老板哈 这个草鱼 这条大琴又被拉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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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条大琴要弄出去 啊 那 女人 那个呢 这里 哦 放出去 太懵了 可以放出去 我这是你的猫太近了 我们吃鱼吗 这鱼越买越多啊 还有一张一千多斤的 老板还有一千斤的 啊 没有没有虾丸的 跑了一条 慢点慢点 一百 一百 一百两三斤 一百一百多斤 一百零三 一百 一百零三斤 一百两三 对 一百零三 这框子都烂点 老板 哇 你抱着大点 哎呀 你 你养鸡的鸡粉 你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我会帮你下路 这就比较便宜的东西了 今天我们自己要 一二三 现在老板要鲤鱼了 你只要那么多鲤鱼都是喂鲑鱼的 这一框全是鲤鱼 这个老板买鲤鲤鱼 我们鱼汤里面估计还有好多 我们也要鲤鱼打鱼 老板说可以放两百条 放多了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来来来 慢点 这篓子不行了 哎呀 这黄老板李总 多多了啊 啊 有期啊 我进来都不进 那里吗 到了五月份才有 这回到 五月份才有 五月份才有贵一名啊 嗯 那广告嘛 被拉过来的 我快点 我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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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6 啊 96 那买只母子 拉不拉多 嗯 有脚 脚 脚 脚太多也不好 哎呀 现在鱼饭只走了哈 今天又回本了 两千多块钱 两千七百多块钱 三千不到啊 嗯 然后一共 刚才算了一下 一共回了个两万 嗯 我两万了哈 已经回了 然后还差两万 一千块钱左右 两万零几百好像 回本 差不多 里面还有些鱼吧 鱼饭只说再过一到两天 再来拉一次 再拉一次 就不卖了哈 差不多 预计这个糖 辛苦一年 亏个一万七到一万吧 嗯 非常好 完美 哈哈哈 明年不养飼料鱼了 是个坑 哈哈哈 飼料鱼是个坑 今天我们养大豆鱼 嗯